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个是徐坎 还有一个就是龚俊 这两人的颜值还是备受期待的 不过龚俊如果禁组的话 那不就是妥妥的拆cp 白月光的影视化 很多双男主的小说被反派后变成了兄弟情 这样的改编也是无可厚非 只要不是强行插入女主角 然后演员觉得贴近小说演技过关的话 网友们还是会胜赞的 但是要满足这几点要求又谈何容易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复刻陈琴命的成功 而此前就有消息传出 唐九卿的小说江浅九将要影视化 听到这个消息的很多网友都很惊讶 觉得没有人能够出演沈兰州和肖测安 但是到时候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奇迹呢 不过影视化的消息还不是最惊讶的 让人感到最不满的地方其实是版权的持有人 在徐磊手中也就是南派三叔 不少人都觉得他都将自己的盗墓笔记回承扎了 现在又来霍霍其他作品了吗 新动向有点意思 在这部小说要影视化的消息传出后呢 在网上引起了一阵热潮 不过此后就没有了什么消息 大家也就慢慢淡忘了 而就在近日呢 有网友发现《枪浸九》的制片人 微博关注了龚俊和徐凯两人 就网友猜测呢 这是不是就代表两人即将合作出演《枪浸九》了 抛开其他的不说 这两人的颜值还是很高的 徐凯不管是古装扮相 还是现代装 颜值都能够撑起一片天 最近在《千果绝尘》里出演的《白绝》 虽然各个方面都具备受吐槽 但是长相还是很过关的呀 不过如果出演这部剧的话 受益和风险都是挺大的 而龚俊的话 现在是炙手可热的顶流明星 而且之前呢 也出演过双男主的电视剧《山河令》 如果龚俊再次出演这样电视剧的话呢 会为这部剧带去很大的流量各关注度 不过同时呢 也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龚俊此次再出演的话 那就是二次涉及双男主的电视剧 虽然爆料堪称5CP主打朝堂 但是谁都知道这两人是CP 浪浪丁危在旦夕 强近久的这篇人关注到了许凯和龚俊两人 他们两人的长相啊还是比较般配的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产生CP感 许凯此前呢 没有出演过双男主的电视剧 没有所谓的男男CP 但是龚俊不一样 他和张哲瀚的CP 现在可是风头正盛的存在 浪浪丁现在还是国内CP排行榜的第一名 如果龚俊这次出演双男主改编剧 强近久的话 先不说他再次涉及这种类型的电视剧 就是和徐凯组成CP的话 到时候宣传炒作肯定是免不了的 那浪浪丁的存在不就很尴尬的吗 而且正是郑主主动下场拆CP 这样的估计场面是会挺难看的 不知道此刻的浪浪丁们做何感想呢 在最初翻拍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 有网友称 如果拍得好的话 那将会是单改中的狼牙榜 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不过现在估计这种期盼已经被打消了吧 有人提出 他们两个不是很适合全谋的朝堂剧 感觉会撑不起 而且龚俊出演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可能又是剧方放出来优粉的手段 在你心中有何事出演 沈兰州和肖侧安的人选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